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故事的主角福士德是一位学者 他对知识的渴望达到了极致 然而当他发现自己所学的知识 无法满足内心的渴望时 他决定与魔鬼梅菲斯特签订契约 交换自己的灵魂 以换取无限的知识和享乐 这里的灵魂交易就像是 现代社会中人们为了追求成功 而不惜牺牲道德的隐喻 有趣的是 福士德的故事其实可以看作是对 知识就是力量者 一理念的反思 福士德在获得知识和享乐的同时 也逐渐意识到 这些并不能填补他内心的空虚 就像我们现代人 虽然每天都在追求各种知识 但有时候却发现自己 在社交媒体上刷了几个小时 最后却什么也没学到 在福士德的旅程中 他遇到了许多角色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美丽的女主角玛格丽特 她的悲剧命运 不仅是福士德自私欲望的牺牲品 也反映了人类在追求个人欲望时 对他人造成的伤害 可以说 福士德的故事 就像是一场华丽的舞会 舞者们在尽情享受的同时 却忘记了舞池的边缘 可能隐藏着深渊 而福士德最终的结局 也给我们带来了深思 他的灵魂 虽然被梅菲斯特所追索 但最终却被救赎 这一转折 让人不禁想起一句话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光明也总会找到一条出路 这就像是我们在生活中 遇到挫折时 依然要相信希望的存在 总之 福士德的故事 不仅是对知识与欲望的深刻反思 更是对人类灵魂的探索 他提醒我们 在追求欲望的同时 不要忘记 内心真正的渴望是什么 毕竟灵魂的交易 可不是一笔简单的买卖 而是我们每个人 都在不断进行的内心斗争 希望大家在追求知识的同时 也能保持一颗善良的心 毕竟灵魂的价值 可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梦游天母 李白的诗意旅行 月下独卓的豪情与孤独 李白 这位被誉为诗仙的唐代诗人 常常让我们在他的诗剧中 感受到一种 超越现实的旅行体验 尤其是在梦游天母中 他以梦境为媒介 带领我们踏上了一场 充满诗意的旅程 首先 李白在这首诗中 描绘了一个理想化的仙境 天母山 这里的山水如画 云雾缭绕 仿佛是人间与天界的交界处 李白通过梦游的方式 表达了他对自由与理想的向往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能像李白一样 随心所欲地在梦中游历 那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情 不过梦游的代价是 醒来后要面对现实的孤独 正如李白在月下毒灼时 所感受到的那种豪情与孤独 在月下毒灼中 李白以酒为媒 借酒交愁 表达了他对人生的感慨 与对友人的思念 想象一下 李白在月光下 举杯妖月 似乎在与月亮对话 甚至可能在想 月亮啊 你能不能给我找个朋友来喝酒 可惜月亮只能静静地陪伴他 无法回应他的豪情 李白的失忆旅行 不仅仅是身体的游历 更是心灵的探索 他在梦中与自然对话 在酒中与孤独共舞 这样的情感共鸣 让我们在现代生活中 也能找到共鸣 谁没有过 在深夜独自喝酒 仰望星空 感叹人生的时刻呢 总之 李白的失忆旅行 让我们明白 人生就像一场梦 有时我们在追寻理想的路上 难免会感到孤独 但正是这种孤独 才让我们更加珍惜 那些短暂而美好的瞬间 就像李白所说 举杯妖明月 对影成三人 即使孤独 也要豪情万丈 继续前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小王子圣埃克苏佩里的 童话哲学 爱与责任的深刻思考 小王子是安东尼 得圣埃克苏佩里的 经典之作 表面上看似一本儿童读物 实际上却蕴含了 深刻的哲学思考 尤其是关于 爱与责任的主题 让我们以一种 轻松幽默的方式 来探讨这些深邃的思想 首先 小王子来自一个小行星 B612号 这个名字听起来 像是某个星际快递公司的代号 但实际上 它象征着每个人心中 那个独特而微小的世界 小王子在他的星球上 养了一朵玫瑰 虽然这朵玫瑰娇贵且自恋 但小王子却对他 倾注了无尽的爱与责任 这里的哲学思考是 爱不仅仅是浪漫的情感 更是一种责任 就像养宠物一样 你不能只在他可爱的时候 陪伴他 还要在他发脾气 需要照顾的时候 不离不弃 接下来 我们不得不提到 小王子在旅途中 遇到的各种角色 比如国王 商人 酒鬼 和地理学家 他们每个人都代表了 成人世界中的某种荒谬 国王自以为是 商人忙于数钱 酒鬼则在逃避现实 小王子看着他们 心中充满了疑惑 仿佛在说 你们到底在忙些什么 难道你们不知道 生活的真正意义吗 这就像是我们在地铁上 看到那些低头玩手机的人 心中不禁想 难道你们不知道 窗外的风景有多美吗 而小王子与狐狸的相遇 则是书中最动人的一幕 狐狸教会了小王子 训养的意义 强调了爱与责任的关系 狐狸说 你必须对你所训养的东西负责 这句话 简直可以成为 现代人生活的座右铭 想象一下 如果每个人都能对自己的玫瑰负责 世界会变得多么美好 当然 前提是你得先找到那朵玫瑰 而不是在网上找个快递送到家 最后 小王子的故事 以一种悲伤而又美丽的方式结束 他选择了回到他的星球 回到他的玫瑰身边 这一选择让我们明白 爱与责任并不是轻松的选择 而是需要勇气和牺牲的 就像我们在生活中 常常需要在追求梦想和承担责任之间 做出艰难的抉择 总之 小王子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小男孩和他的玫瑰的故事 更是对爱与责任的深刻思考 他提醒我们 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 别忘了停下脚步 去关心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 毕竟正如小王子所说 重要的东西 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只有用心才能看见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别忘了用心去看待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或许你会发现 爱与责任的真谛就在你身边 大家好 我是六博士 来自六度世界的神秘使者 今天我们带着轻松幽默的心情 深入探索了三部经典文学作品 戈德的福士德 李白的梦游天母 和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 这些作品不仅仅是文学的瑰宝 更是对人类内心深处的深刻剖析 首先 福士德的故事揭示了知识与欲望之间的永恒斗争 提醒我们在追求成功时 不要忘记内心真正的渴望和道德的底线 接着 李白的诗意旅行 则让我们在好情与孤独中领悟到人生的无常和理想的美好 最后 小王子的旅程则让我们思考爱与责任的真谛 教会我们如何珍视身边的每一个细节 这些故事如同一面镜子 反射出我们生活中的种种挣扎与思考 它们不仅是我们在书本中获得的知识 更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需要反思的哲学 那么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这些经典作品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是否有令你感同身受的角色或者情节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与问题 让我们一起探讨这些文学 剧作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与思考 记得灵魂的交易与爱的责任 都是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进行的内心斗争哦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我们节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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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